我們看的是國防部 今天公佈了 這個民國一百年 國防報告書 說來明來支出 這個中國不放棄 武力侵犯臺灣 對華社的戰力 一億二千二十年 大家可以對臺灣 大規模 很正的領域 國防部民國一百年 國防報告書是進時來出版 在主裡面是寫到 中國今天的戰力 已經有奉獸 臺灣以及春華人 外兜的倫理 中國又用兩千二十年 來做一個時間點 希望可以有對臺大規模作戰 以及攻擊外軍 改立台海戰術的能力 報告書裡面 也第一次來比較有兩款的兵力 我們的總兵力是差不多二十七萬人 但中國有差不多二百三十萬人 是將近我們的高倍 並且在飛沿 以及潛水艇的部分 中國是有絕對的優勢 相關的客製之道 比博取我們在以小博大 這種方式來對付我們這些 這些所有的防衛作戰 連話說 沒中兵捍衛南沙主權的決心 我們是固有疆土 所以太平島的南發巡島 是我們國家固有疆土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首途有則 我們的海軍已經加強 在附近的徵巡任務 那麼這次填單件去 也是我們加強徵巡的一部分 為台海和南海 公報希望大家來選擇 有絕對的忍力 能夠保衛國家的主權 以及國人的安全 記者 張志祥 張志甲 台北部